来玩这款韩国大作超炫联盟 我们就进来了 这款算是去年 做得非常好的 那今天反而无意境在 全球推出啊 进行战斗了 他们都是 各漫画中的一些主要角色甚至是主角 都在这部作品中集结出来了 好直接爆头 那据说这一次是有提供 四种语言版本 有韩语 英语 日语 还有犯体中文 待会 教学结束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犯体中文吧 好 BOSS 过来吧 他是属于在地图上移动格子 然后去遭遇战斗的 我们全灭了 这边还是有一些剧情的 我们就先跳过了 我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泛体中文 可以选择的 新手教学结束 还不能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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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我觉得 还是他人气质 普普通通 我们多了 一位妹子啦 这个我去年这只角色 我有玩过 我还挺喜欢他的 6nd 和1nd 和2nd的 100 1nd 3nd 3nd 1n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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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nd 1nd 1nd 3nd 像这位妹子 还有这位 我都很喜欢 因为他们战斗真的就很特别 这种战斗模式其实在其他的中国啊日本 基本上是很难看到的 就是令人家印象深刻的战斗方式 这位小色好漂亮 BOSS 打这个BOSS可以吗 你长那么漂亮 颜值那么高 敌方也完全不含糊的 你看敌方在释放技能也是做得非常棒 好吧这招 大招吸收 哇 他也发大招了 为什么只打我 我这位男生 第二招 第二招没有 好 先把他打掉了 非常完美的一款战斗类型 好 好 看人物刻画出来 就那个真实感是相当重 来了 这边 有了 中文有了 总算有了 哦 这样子下来20分钟左右 新手 新手教学确实是挺长的 好了 那目前来看还有哪里 特工 我现在有这四位角色 那这些 有那么多只角色啊 因为 反正是 漫画作品联合的嘛 肯定有那么多只啊 领取奖励 那 这边都领出来 哦 给了一大的剑壁啊 这个是什么 新种设定 补给箱 补给箱 补给箱哦 补给箱 补给箱 我要去哪里 哪边去抽啊 1-2 还没开放抽角色吗 好像还没开放 能继续出击了 然后战斗玩法的话 就是 他在这种画面 那就按照路线 去进行移动 变略队伍 还可以自动选择 好 现在四位全部上升了 1-3 BOSS来了 而已 猛獵 箱 它 itu 挺有趣的 State 甲 哇 很强的 吸一下就没了 先把中间那只解决掉 因为他会对他们的队友产生防御 受到三次被攻击伤害 一回来进入面王状态 先把护卫打掉 刚刚忘了看 1-3解决了 刚拿到了碎片 现在就是要来做新手教学的进化 进化成功 好 变成二星了 他可以顺便升一下级 他这个升级是要绑最大的登陆上线 他的意思就是指等级上线 他可能是翻译部分比较不完整 好吧 那本支影片就到这里好了 其实他战斗节奏有点太慢了 那具体看怎样 看会不会再继续玩 有玩的话我再发影片吧 或者是开开直播这样子 大家拜拜 拜拜